哈喽哈喽,大家好,我是然然 今天给大家录这个视频呢 是为了驳斥一个谣言 那就是我们 我们唐卡画师都 短命 他就是 怎么说呢,就是 画唐卡会影响寿命,画唐卡会短命 这个话题吧 就是从我开始学唐卡的时候就有 我刚开始学唐卡那会儿还没有什么抖音啊 小红书啊什么之类的都没有呢 唐卡又是很小众的一个 艺术品类嘛,有一些 就不靠谱的谣言,我觉得倒也正常 从来没想过去播这种 就无稽之谈的谣言 简直就是,根本就觉得不值得去 辩驳一下,但是 我不知道为什么到了现在 现在抖音啊,小红书啊 就是对唐卡的科普也挺多的 然后而且现在 唐卡也是算是一个比较热门的 一个艺术品类了嘛 这种谣言早就应该随着唐卡的科普 早就该消失了吧 但是我觉得反而现在 越来越多这样子的谣言 我就经常会遇到很多人 就是想学唐卡 但是来问我说 我也想学唐卡呀 可是我害怕学了唐卡以后就短命啊 我害怕学了唐卡以后 我就影响我的寿命啊 中毒啊什么之类的 我都觉得 满头的问号,你知道吗 就那种 我不知道这种谣言 到底为什么到现在还这么盛宵成尚 所以我今天觉得 我还是要给大家做一个这样子的科普 第一个原因呢 确实是我们用的一些颜料 确实是它是有毒的 那比如说像朱砂的话 那我们从小到大学的历史书里面就有 里面就有记录嘛 很多什么帝王将相啊 什么就吃了一些什么所谓的武士伞啊 仙丹啊 然后他们就慢性中毒就去世了嘛 这些仙丹的原材料主要就是朱砂嘛 然后所以我们就对朱砂的恐惧吧 就是说觉得它有毒 这是刻在DNA里面的 这没办法 但是呢 这个我必须给大家说一下 它是在特定的情况下 它才有毒的 那现在我们画唐卡用的这种朱砂 它是粉状的 但是我现在加了胶 所以它是看起来是固体的啊 但是其实它是粉状的 那你看像我去触摸它 我这样子去搓眼尿 OK的没问题的 你看完全没有任何问题 绝对不会有毒 而且它也不会是说 从皮肤什么渗到我的 什么血管里面不可能 它是不会有毒的 那朱砂它的化学成分是牛化酮嘛 那它在什么情况下会产生剧毒 是把它加热到350度以上 然后经过一系列的什么炮制啊 它会变成水银 那水银当然是有毒的 你皮肤都不可以直接这么接触的 完全是不可以的 另外一个呢 就是这个雌黄和雄黄 也是我们常用的一个颜料之一 它也是加热到一定温度以后 它会变成三氧化二生 那三氧化二生就是我们都很熟悉的皮霜 那当然是有剧毒的 可是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我提到这两个颜料 什么情况下有毒 有一个关键词叫做加热 那我们画坦卡的时候会不会加热呢 会有加热的 但是我们的加热是为什么要加热 就比如说我们画的这副坦卡 这个地方它是用朱砂画的 那我们要把这种粉状的颜料 画在这个棉质的画布上面的话呢 我们中间需要有一个媒介 那是什么 那就是牛椒 那牛椒呢 它是加热到35度到40度之间的话 它是可以完全溶于水 就是比你的体温稍微高一点 它可以溶于水 溶于水以后 然后我们跟这个粉状的矿物颜料混合好 混合好以后才可以画在这个画布上面吧 不然它这个颜料会掉下来的 那有时候这个颜料没有胶了 缺胶的时候 我就会往里面直接加胶 然后放在炉子上面稍微烤一下 但是也只会烤到比你体温高一点 如果按时间算的话 可能是5秒到10秒吧 差不多就烤好了 烤好了以后我们就可以直接用 这个情况下 它是完全没有毒的 它也没有产生任何蒸汽 而且它的温度也就是40度以下嘛 它是完全不会有毒的 你去接触它 去画画完全没有问题 在画画这个领域 我们是不可能把这个朱砂 还有什么磁黄 把它加热到三四百度是不可能的 处理矿物颜料的时候有一个制作方法叫做烤制 就是我通过加热这个颜料 然后让它的颜料变身 它会多一个色相出来嘛 但是这个温度也是控制在七八十度左右的 而且我是需要不停的 就是说在这样粉状的情况下 不停的去搅拌它才可以的 而且这个时间也不能过长 过长的话 一旦比如说超过一百度 一百度的温度 那这个矿物颜料就报废了 它就会变黑 就完全没办法用了 至少在画画的领域 是不存在把一个颜料 加热到三四百度 我们才能用它的不存在 所以说朱砂呀 还有这个磁黄和熊黄啊 它们确实是在加热以后 它的化学形态变了以后 它确实是有毒 这个确实是 我们了解了它的特性 就是我们不可以把它加热过多 那OK我们用起来它 完全都是安全的 那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呢就是说 为什么有这样子的谣言呢 我们画唐卡有填笔的这个 这么一个传统吧 那所以呢就是有一些 不了解画唐卡这个过程的人呢 他呢就可能就说 他可能凭自己的意想吧 他就会觉得是说 我画了这个颜料 对吧我画了朱砂 然后我这么填了笔 然后这个朱砂就被我吞进去了 然后我就会中毒 然后中了毒了以后 就影响到我的寿命了 可是大家要知道 就是说我们 为什么填笔 填笔是在我们在 做运染 把这个颜色 做一个渐变的过程中 我们才会用到这个技法 就才会去填这个笔 填这个笔呢就是说 把这个笔上面 比较浓的颜色 这么填一填 它会变淡一点 这样子的话 把它画在画布上面去 就会有一个渐变的效果 一般的话我们用 朱砂去做渐变 或者是用这种有毒的啊 就是雌黄啊 雄黄去做渐变 其实很少 主要还是 比如说像花青啊 腌制啊 这些我们做水色 做的比较多一点 那这些花青和腌制的话 一个 它们都是草本颜料嘛 草本颜料 那怎么可能会有毒呢 是不会有毒的 那即便去填这些矿物颜料 就是这些 比较有毒的矿物颜料的时候 我们也是有自己的技巧的 就是填了笔以后 我会马上的去漱口 把这个颜料吐出去 而不是有一些小伙伴想象的 就是说干个杯 吞进去 那不可能的 对不对 不可能 我不可能喝下去啊 是不是 那另外就是说 大家就可能不太能接受填笔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传统吧 那为什么我们要填笔呢 一个是刚才给大家说的 就是它在做运染的时候 这样子会做的更精确 效果更好 另外一个呢 它是有表法的意义在里面的 就是我们画唐卡的时候呢 我们需要把我们的身语意 都供养给佛菩萨 那我们的身体呢 就是说我好好的 这样子盘腿坐着 而不是这样子 啊这样子坐着 啊这样子歪着 是吧 这个是身 我们身体盘腿好好坐着 那语呢 需要填笔的时候 是其中某一个 运染的技法的时候用 那平时我们比如说 像这个这个颜料 这种大色块的颜料 是平涂的时候呢 我不需要填笔啊 那这个时候我可以持咒啊 或者是说我不说话都可以嘛 然后如果当我需要填笔的时候呢 把我身体的精华 供养给佛菩萨 认真的做这幅画 那我的意呢 就是说 我带着就是我的菩提心 我的慈悲心 我的四无量心 来画这幅画 希望啊 世上所有一切众生 都可以尼苦得乐 这样三位一体 身与意 来画这幅唐卡 它是有这个表法在里面的 并不是说像有一些小伙伴问我 是不是你们在当地很缺水 所以你们要用舌头去填笔啊 你没水啊 解约用水 不是这个样子的 所以综上说的两点 就完全不存在什么 因为我们填笔 因为我们的矿物 因为年料有毒 所以我们就短命 我就觉得这个逻辑完全就不存 不存在嘛 对不对 那我们说 实际的例子吧 一个是缅唐画派 泰斗级的老师 丹巴饶蛋老师 他是二二年去世的 然后二年去世的话 他是享年八十二岁 那另外一个就是 我这个画派 嘎玛嘎之画派的 一个泰斗级的老师 嘎玛德勒 嘎玛德勒 今年都九十二岁了 他还在世呢 他不光在世 他还 现在他还经常画画呢 他们跟我们完全不一样 我是半度出家嘛 我是成年以后来学的糖卡 像我刚才说的 丹巴饶蛋老师 还有干妈德勒老师 大家可以去网上 查他们的生平简历 他们都是家传 他们都是从小学习的 但是他们一个 八十二岁去世的 另外一个九十二岁了 现在还在 那很长寿吧 他们可是太陡级的老师 他们是从小 到这么大年纪 一直在画画 中间没有放弃过 这么长的画糖卡的时间 那你想他们舔了多少次底 他们接触了多少矿母原料 但是他们可以活到八十多岁 九十多岁 那从这一点 就从这两位老师 我们就可以完全不斥那些 说画糖卡的画师都是短命的 那有些小伙伴可能说 他们是现代人啊 现在医学怎么样怎么样的 那好 我们再说一个 也是干妈高尺画牌 特别有名的 他既是一个佛学大师 也是一个画糖卡的画师 那就是第十四干妈八 去英多杰 他活了七十岁 四百年前的人 画糖卡呀 做雕像啊 他活了七十岁 这个 就是从古至今 就没有是说 因为你画糖卡 是短命的 完全没有 就是你的寿命 长短 你的寿命的质量 是和你自己的身体素质有关的 和你的生活习惯有关的 跟画糖卡完全没有关系 所以如果屏幕前的小伙伴 如果你想学画糖卡 但是你又可能是不知道在哪看了文章 或者怎么样的 觉得是说 画糖卡就短命的话 你完全可以打消这个顾虑 那完全就是荒谬至极的这么一个谣言 可以这么说 因为自信我这个问题的人比较多 所以我后面有去用关键词 比如说糖卡画师啊 短命啊 什么之类的 这样子去网上检索 这样子的文章 就是这些文章 它的内核 其实是逆意驱动的 而不是做糖卡科普驱动的 就是他们会说 我糖卡画师活不过40岁啊 活不过60岁啊 画一幅糖卡都是用生命来画呀 所以一幅糖卡卖个几百万 都是没问题的 这可是用人家用生命给你画的 我就觉得 就是看到这些文章吧 我觉得真的是误导了很多人 其实不是这样子的 你正确的掌握颜料的使用方法 绝对不会对你的生命健康 产生任何的威胁 所以小伙伴们大家以后如果去藏地旅游啊 或者是在哪碰见糖卡画师的话 你千万不要上去就问 你们画糖卡的是不是都特别短命啊 我觉得因为就是真的 我被很多人这样子直接的问过 有时候我觉得还好吧 大家都是就是那种好奇心嘛 求知心 但是有时候觉得 拜托你也太冒犯了吧 所以今天这就是我录这个视频的初衷 就给大家聊一下这个话题 如果你觉得有帮助的话 请一定帮我转发 帮我点赞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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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